我們老師真的是很有趣啦 我們三年 主持了三年 三年 多喔 三年準 老師是走遍台灣頭到台灣尾 我們走了好幾十個鄉鎮 都去過了啦 那大家看到他就是 哇 他有一個很厲害的魔力 就是只要人家看到他 就是一秒鐘就可以稱兄道弟 把你當小漢 對 所以 你不能說我是很有親和力嗎 喔 非常有親和力 我每一次都覺得說 哇 這個人真的是太厲害了 在旁邊默默觀摩 然後說來來來來 幫我跟妳講老師起床啦 叫我幫忙起床 所以我常常就是幫忙起床的那個人 對他已經深藏怨恨許久了 我們做了一百集 對啊 做了一百集 後來你那個 一週一集 我們做了一百週 我們做一百集 就是後來因為你 升格成當家主播就拋棄我了 沒有錯 因為升格成當家主播 我們也應該要用真面目來示人 我不再是傻妹了 所以魯杰你要自立自強 我們就只好拋棄你 定位不一樣了 我問你 到底怎麼樣叫當家主播 當家主播其實就是那個時段 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電視台主播一堆嘛 對 現在我常說這個 現在連主播都通貨膨脹 滿街都是主播 那怎麼樣叫當家主播 其實我們真的也 我們現在來講什麼叫當家主播 當然主播就是那個 沒有沒有沒有 那跟錢沒有關係 其實是時段的關係 就是播晚上晚間新聞的那個人 通常就會被叫當家主播 因為主要 主要電台 現在新聞都是20小時 一直在不斷重播嘛 對 那主要有三個時段嘛 成間新聞 再來 五間跟晚間 跟晚間新聞 所以晚間新聞才叫當家主播 對 我們叫那個 五間新聞跟晚間新聞 叫Prime Time 就是主要時段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五間新聞跟晚間新聞 都會有新的東西產出 所以 大部分的記者 上午跑的新聞 是給五間播的 然後下午跑的新聞 是給晚間播的 那這是我們請重兵 然後在所有的這個 內容都是 新內容都是灌到那個晚間 你論上六點換新聞嘛 六點到八點之間 這個時段是新的 就換新聞嘛 是新的 對 最新的 對 那其他的時間可能就是 他會有一些 下午就會播 早上 中午的新聞 然後但他會加一些 新的資訊 像是連線 立刻發生的 對 連線 或者是主播的 這個 自己的那個 BS 就是自己來講 這樣子 你是先跑線 先當記者 才當主播 對 你以前跑什麼線 我以前跑過 因為我以前待的那個公司 很缺人 什麼都要做 所以我有跑過 我是從生活線入行的 就是生活線裡面就很多 有醫藥 教育 動物園 農委會 環保署 包山包海什麼都有 對 然後還有娱樂新聞 娱樂新聞那時候 也歸在生活裡面 所以我跑過很久 九把刀的那個 我在九把刀那個時候 我已經晉升為 我已經升級為專題主播了 就我不是那種 日常新聞的主播了 什麼叫專題主播 就是他可能 不是當天房 當天寫當天播 他可能就是一個禮拜出一集 或者是兩個禮拜出一集 不一定 我那時候正在為我的專題 在採訪 那所以 也因為他自己開的這個 因為那場記者會 是很臨時開的 那時候就是 跑線的記者都問說 你今天要不要出來講一下 你要不要開個記者會 然後他們都說不要 所以呢大家就想 好 真的不要喔 真的不要 我要去跑別的事情喔 然後呢 他們就保證不會開 結果後來呢 我們當場線上的記者 日常記者 他們就去跑其他的日常新聞了 就是你每天 每天跑了 就要出來的 對 每一天不一樣 但是他突然又說他要開一個記者會 可是我們的人都已經被拉到其他的現場了 沒有人有空嘛 所以我是我們公司被 那時候就說 那既然你可以抽的 那你就過去現場 所以現場其實只有我一個記者 是文字記者 我自己是文字記者 還有另外一個是社會線 其他全部都是機器 就是我們的攝影記者帶機器 可是攝影記者通常是不發問的啊 所以變成說那一天 就只有兩個人能發問 那一個是我 一個是殺人放火的社會記者 那你覺得他能夠就是 我們通常有一個默契 就是是主線的人會去主要來訪問 所以就變成說好像是我一直在攻擊他 我一直不停的講話 沒有辦法就只有我啊 你是啊 你是的確是在攻擊他 欠攻擊 因為其實 我跟林宇認識這麼多年 他對於這個感情上有潔癖 對 就是我們每次只要錄影 講要有關小山什麼的話 他就會炸掉 對 炸掉 對 他就會炸掉 剪 可惡 好假 這個都不能剪 你們不是網路節目有 我們應該可以啦 網路節目有那個嗎 點頭逼一下就好了 對啊 我記得你是十大中文系 超不爽 對 你是十大中文系 幹嘛 這個話題不敢聊 不是 你在當記者之前有做過其他行業嗎 有啊 我在當記者之前 我有做過補習班老師 同行 對 那你上課應該學生膀胱都不好 就常常跑廁所 捨不得去上廁所 捨不得上廁所 有啦 沒有 因為我就是 我教的沒有那麼大 我教的都是國中生 高中生 不 你要教什麼 教國小嗎 蛙蛙蛙蛙蛙 不是 對啦 國中生比較多 對 你也是教高中生嘛 你教高中啊 對 差點忘記 對 國中生比較多 你教多久啊 我教快一年 然後那時候就突然 我爸就看到那個 新聞台有跑馬說 我們爭儲備主播 儲備主播召集力就是你這樣 然後我爸說 那你要不要去試試看 我想說好啊 那我就去試試看 然後我就去 我喜歡那種破關的感覺 我就是去欠人海選 被真真真真真到最後就是我這樣 你跑線跑多久才當主播啊 專任 其實我跑線跑了半年 因為電視台好像還有分專播跟兼播 對 我跟你講 這個說到最了解電視台的老師 應該就是我們旅節了 她每一天啊 沉浸在這個 不能講溫柔香啦 這樣師母又會生氣 沉浸在沒有化妝的女主播之間 得到我們最多的情報 所以我們大家都要對她恭敬再三 因為怕她很 怕她泄密這樣子 說實在話 因為你看到素顏有時候 你會扔不出來這個人是誰 對 然後 我那時候 說老實話 我們有時候自己也認不出來 有時候我們自己也會心中一驚就 有差耶 但你也不能表現出來 不會啦 你算有化妝跟沒化妝差不了多少 我們說我們看別人 因為你知道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在電視台上班的時候 我對面做那個李文儀 對 李文儀也是比較沒差的 對 文儀比較沒差的 李文儀也是沒差的 就是因為你知道現在 現在大家就會想要爆料 那誰有差 那誰有差 老師你講誰有差 你看翻白眼了吧 來 那你說誰差很多 我們就不要傷害別人了 我們就不要傷害別人了 對 難得你這個 劉姥姥進大觀園 去我們電視台 神秘的電視台裡面走一遭 應該抱不掉 不是啦 因為 因為我印象中主播大概都是素顏來公司上班 絕對素顏 對 保證素顏 我們電視台底下的保全 有一個非常艱辛的任務 就是他必須要認得所有素顏的主播 如果他多問一句 就是一般來講我們就是剛剛找Emma 點個頭 但如果他多問一句 他說請問你要去 如果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微微覺得有點不適項了 就是新聞部 然後如果他再問 請問你要 上哪個節目 我就會生氣 就會微不爽 因為 看不出來我是誰嗎 是沒有這樣子 是沒有這樣 我們不敢 我們心裡就 看不出來我是誰嗎 然後一早上心裡就會不好 心情不好 覺得說完了 我是不是應該欠保養 你不知道我是誰嗎 然後他就要報警 我不知道我是誰嗎 這邊有個失蹤人口 對啦開玩笑 我們不敢這樣 我們對於這個保全 我們都是畢恭畢敬的 因為我們很怕就是 他去跟周刊爆料 因為你們進來好像就是要素顏嗎 然後配合不同的棚 畫不同的妝 沒有啦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同事 他是 就如果有事情他會畫個淡妝 但是畢竟就是 自己畫的妝跟電視台專業的妝 就是長得不一樣 對 因為我記得像 你是一開始做兼播 對 正常來講都是從兼播開始做 所以我是 兼任播報就是 很多大家會說主播外面的人分不清楚 可是我們知道說就是 什麼叫兼任 就是你主要還是做記者 記者兼任主播 所以你主要還是會去外面跑台 跑線 那之後就是 如果你變成專任主播的話 那你就專門在播報 那可能採訪是府 就是你偶爾會出一些專題啊 做一些人物啊 那我如果說成為兼播的話 我大概入行半年 半年就播 半年就當主播 對因為我們的電視台其實 裡面都會定期的海選 就是定期的選說 讓培養後進嘛 讓這個女記者們 在這種比較辛苦的媒體環境裡面 可以撐下去的話 我就要給你一些誘因 所以呢說 我們可以播新聞喔 好但是那大家要試鏡 那就是常常會有這樣的試鏡 我覺得在那種內部試鏡裡面 就是試出來的